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各位线上收听的朋友以外 在直播这个YouTube前面 收看影片的朋友们 看到我们今天开场的地方 看到我所身穿的衣服 一定就知道 这一集台北进行式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这一集呢 当然一定也要聊到跟台北有关的事情 那请来的来宾是谁呢 这个了解局长的人一定知道 从局长的一些什么危机百科啊 看得出来 本人是个死忠的兄弟相名 过去呢 在我跟学姐黄敬主持的节目里面 也曾经有提到 我们去看球的一些经验台 那今天请来的来宾呢 终于可以请到跟我们中信兄弟 有关的这个 大家非常非常常看到的 在节目上 在电视上耳熟能详的这几位来宾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我们中信兄弟 拉拉队的高大昌跟小白 来 局长好 有点紧张 局长好 大家好 我是小白 好 这个 今天的节目 在跟写访纲的时候 我就跟学姐讨论了一下 我说这个写起来 一集好像不太够 所以说那就录两集 所以本来我今天又想要找学姐来的 但她时间上 有干嘛别人行程没办法配合 她是很可惜啊 但是今天就由我来代表了 看我这身衣服应该就知道 不如就先考考两位了 今天身上这一件衣服 是什么时候的衣服 来 小白 我直接指手指头就好了 Light up Light up 是 Light up 也就是我们 应该算去年了 去年的这个总冠军赛 进场的民众会拿到这件衣服 还有另外一件是黄色的 对对对 分场可以拿到 但是这件不是公关吗 不是什么人家 不是有买票的 有买票拿到的 OK 有买票的 就是说表达一个支持 那今天当然请了两位来呢 先等一下先从 可能先从大餐开始 那再请小白来讲 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来聊聊 因为尤其在台北市的生活这么久 那我们知道中信兄弟的过去是兄弟像 那可能两位是从 过去很早一段时间就开始 进入到这个行业 尤其是大家比较 这几年尤其是啦啦队的文化 更多元化的 更活泼了之后 大家开始慢慢注意到 所谓的应援啦啦啦队 已经不像我们过去传统 我老实讲 那个真的是我小时候 我阿公带我进场 那个利德棒球场 还没拆的时候 会拿那个一个很像可以敲的东西 就是一根 然后那个屁股 其实这个我们在去年的 那个我们的龙象大战的 那个回忆还是有 回忆上有对不对 那时候看影像 然后看到这就觉得过去的应援 好像相对的比较简单 那随着时间的演变 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不同的方式 尤其我想这个文化相近 我们跟日本的这种应援方式 某种程度上其实算很接近 那先从啦啦队开始好了 问一下大厂 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到 跟职棒这个圈子有关的行业 不敢说是行业 其实我在小时候 可能小学的时候 第一次接触中华职棒 第一场看的比赛就是兄弟相 然后可能就 就是默默的支持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职棒9年还是10年吧 然后一个机会 然后在球场问我要不要加入 这个应援团的行列 哦 对啊那时候刚好是在台北球场 是 对也是 就是现在小巨蛋这个地方 嗯 对那是一个让 所有球迷充满回忆的地方 是 那我们就在那边 就是进行了很多年的加油啊 接着就是 嗯 来像前年后后大概快20年了 20年 对那 我们也是这样去见证了很多 就像刚刚局长讲的 哦 传统式的应援 嗯 到后面可能这几年一些可能就是 比较大的转变 是 对但是我们在这转变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会想要去保留一些 我们本来 原汁原味传统的地方 是 对我觉得传统是可以 去做一些调整的 嗯 对 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流行太快了 是 我们不能看到什么流行 我们做什么 那下一个流行我们把上个 我们本来保留传统就忘记了 抹灭掉了 是 对对对对 加入可以说说有20几年了 哎呦 有20几年 所以当时是在球场 就有人问你要不要加入 嗯对我记得是我好像高一的时候吧 高一 了解了 现在我们在球场上是不是随随便便 可以问一下说 我可不可以加入 因缘团的行列 二十几年 对 所以从一开始加入的时候 就是我们 呃可能这几年常看到了 你已经会拿着 麦克风在帮大家呐喊的 那个工作 对对对 所以你也呐喊了20几年了 呃对 后面几年的时光小白付出的比较多 是 对大家喜欢看帅哥 不会不会 别这么说 所以因为我知道在球场上 我们应该这样讲 有比较常进球场的球迷朋友 不管是哪一队的球迷 大概到了台中的主场 或到其他主场会蛮明显知道 每个球迷 每个球团的分工都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知道到台中 譬如说你在一个小的铁箱里面 我们就是一个小铁箱里面 那绝大部分都是小白在帮帮带大家 对对对对对 那你在关键时刻啦 或者是一些中场休息的时候 会带大家来喊 那也问一下小白 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契机下来 加入这个行列 哦我被他骗进来的啊 哈哈哈哈 我被大昌骗进来的啊 真的 哈哈哈哈 那时候就是一样嘛 小时候大家都是看棒球的橡皮嘛 那我也是从小看大昌 应援长大的嘛 是 基本上应该不只我啦 我觉得应该 可能真的有 至少有 有大概以现在留下来的橡皮 应该至少还有一半以上 都是从小看你的大昌 就是应援长大的 我们都是配他长大这样 然后就是不管是年纪 还有身材都一样 就是他都一直不断长大嘛 就是这样 然后头发是越来越少 哈哈哈哈 没有那时候也是 喜欢球迷 然后刚好那时候 早期也是一开始其实我 在工作然后就在开店嘛 然后我就是也是球迷 然后很爱看球啦 我觉得都是这样的 然后就跟一群 开店 对以前自己就是在开饮料店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是 呃 那时候就是只是球迷身份嘛 然后就会跟一群朋友去 志同道的朋友去球场看球 然后就很high 那因为我们 刚好那群朋友是蛮high的 然后那时候是 我们就在新庄球场 对啊我是在新庄的二楼 那楼下就是他们的战区嘛 大厂的一级战区 那他一单 那我们楼上就二级战区 是 他喊什么我们楼下就帮他喊 就是类似像这样 那后来可能我觉得久了 因为他可能就是 因为其实球场过去就会 一直都会有很多个团体啦 就是球场就是这样 大家就是一群人一起看球 会比一群人看球有feel嘛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后来加油久了之后 大厂可能看到我们这群人 就觉得我们也蛮活泼的 然后后来就间接就认识了 然后认识了大概两三年吧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 兄弟向的最后一年 然后那时候大厂就突然问我说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志工行列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我其实犹豫了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 当球迷跟当议员团 那感觉不一样 所以因为球迷就是 蒋连丁野球迷你想要骂什么就可以骂人 对我就直接开口球骂 因为就像上次我看阿强 在野球盖一杯奖的 你这球场不骂球连你很痛苦啊 就是觉得 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就是要骂人嘛 对可是 看不爽就是说 你怎么投的怎么打的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身份不一样 就是家伙可能身份就会不一样 可是家伙才发现说 其实你会了解另外一个面向 应该这样讲 就是对于 那进来的时候 大概是几年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所以也就是说从兄弟换成 中姓兄弟的那一年 对对我是志工2013嘛 因为我都说我是兄弟向的最后一个志工 因为我这球队就倒了 就卖掉了 那时候我都会半开玩笑 就13年到今年也算第9年或第10年了 对不对 第10 第9年 第9差不多 但是因为可是正式进入球队 中姓兄弟正式进入是2016啦 是 所以等于是有 从2014到2016 大概前半年有两年多是志工的身份 一直到了2016才正式加入球团 然后一直到现在 2015 是 我也是2015才正式进到球团里面 去做就是这些应援团的管理 其实我们真正的工作 我们算是管理阶层 是 对 在管理就是说我们底下全台湾的志工 对他们如何在每场比赛做他们的工作 嗯 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跟刚刚小白讲 会有点关系 你说 看球嘛 球迷 啊想加什么加什么 进来之后发现的确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 站 坐在观众席 到进入这个地方 带着大家加油 那感觉想象上有什么不一样 哎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球迷就是你有时候你有喊你喊自己的嘛 然后有时候你会就是球迷你会你的身份就是因为我是个人 所以我就觉得我会比较以个体户的心态来干嘛 是 可是当上了应援团你就会发现你要的就是想办法 把大家的声音整合就是那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首先第一个当然我觉得你本人是因为你本人可能有当过球迷 所以你大概可以了解球迷的心态可能在哪里 那有些球迷就是 呃比较害羞的 对啊 就比较不容易开口 因为你自己在当就是想讲我一群人球迷看有20个人 里面也是有一些不好意思开口的人 但是 有时候我们就是站上了这个位置就会开始觉得说 诶那我是不是要开始试着去让 这些不开口的人去了解开口 所以你会试着去了解大家 就是但是我觉得也比较庆幸的是刚好自己也曾经是球迷 所以你自己刚好看过的人也多 你大概就知道可能球迷属性哪些 当然有些 他真的不好意思开口我们就不会勉强他 但有些是 我很想加油 但是我就会在那边撑有没有 一定会有这种就是很不好意思的 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在开发像这些的球迷 然后可以记录到我们在应援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自己在看 我觉得从球迷的身份跟在应援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必须要就是整个身份的转变 你会有一些想法 是 大昌有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我在那时候小时候就加入应援团了 是 所以说你要我去传播那种球迷心态 嗯 有点久 是 对 可是我觉得一开始加入是 其实就是加入 然后拿到麦克风前面叫 一开始感受 哎 很拉风 是 我懂 因为大家都听你的嘛 对 可是久了 久了再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慢慢会发现 哎 那是一个责任感 是 对 因为那个责任感 他无关你球队的胜负啦 可是 看台上的胜负是你决定的 是 对 你这边的气势能不能压倒对手 对 那非常的重要 嗯 那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声音了 你如何要把 大家的情绪引导出来 嗯 输的要把他喊成赢的 是 对 这还是我们就是 在这个功势上最大的意义 也要让球员觉得 哎 不管输赢后面就是一群人在挺你 是 输都要打到赢的为止 是 好 这样子听下来也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呃 从场外单纯是 呃 替球队加油的球迷 我加进来这个地方之后 其实这也要经过训练了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 譬如说 呃 我必须要如何 像小白讲 我如何去带动那个场上的气氛 像大方讲的 呃 看台区的输赢是我决定的 球场上的输赢是球员决定的 但我就算落后我气氏不能输 我一定要压过对方的一个气氏 在比赛场上本来就是这样的 嗯 换言之 加入这个所谓的应援台 是不是也得经过所谓的这个训练期 小白 训练吧 也 其实也是有耶 因为像我以前 因为我们可能以前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 在当球迷当然就是可能就是 像大昌他们喊什么就喊什么 是 对 可是到后面之后就是 正是进来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在跟他们 就是也是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 就是说 像我一开始站在台上 我要怎么用 就是我怎么去跟这些球迷互动 其实也是有些美感啦 就是说 你可能脑袋里面还是要先构思说 假如我今天 面对一群很陌生的团体 很陌生的人呢 我要怎么样 用 第一个时间去怎么去接近他们 或是说 我就会想一些 或者甚至于 脑袋你就会去想一些 就是会去 要想办法去想一些 好玩的 或是说我怎么样去互动 就是我第一句话或什么 就会让球迷觉得说 原来我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 就是你会 就是一开始我是觉得 还是有一点 就是你会去做一些功课 就是去了解就是说 可能 不笑或者很开心 或是说 有什么情况之下 在落后的时候 像他们就会 给一些建议说 怎么样在落后情况之下 让全民就觉得说 就这样虽然落很多 可是 你不会让大家觉得 落很多的时候 心情是很低落的 反而 会因为落很多 大家反而很开心 很亢奋的时候 去影响选手 开心看球 对 他们其实 我觉得我以前进来的时候 当然就有几个长辈 不是长辈 前辈 前辈 他们也 虽然给了我们一些观念 那这样 有些东西就是观念他教你 那剩下就是你自己去总会观中 那就变你自己的东西 是 大厂呢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训练是说 但第一个是 你要不怕人群 嗯 对啊 那不怕人群 你能够把 自然的把口号引导好 对 可是像我们以前 全台湾有时候在跑的时候 是 越往南部走 大家越明显越单纯 越不替理的 你会发现 大家都还 安打了安打 还不喊 对不对 大家就觉得 可能还不太陌生了 对 太陌生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趣是说 你必须要跟现场的 再阿沙子一下 对 然后你要跟他互动一下 就是互动一下 刚才小白讲 你对于一个可能 比较陌生的群体 对 他可能不像台北的 你已经很常接触到的民众 那到了中部南部 可能这些人 大多数可能很多都是 第一次进来看球 对 他不习惯开口 所以你喊的时候 他可能不跟你 就是尤其是南 就是往越南 越往中南部走 是 也不是说不愿意开口 大家比较休闲组 对啊 对啦 可是这些 轻松看球 我就是进来 轻松看球的了解 对 可是这些休闲组的 建立好的关系 那其实你要让 我觉得可能要三局以内 是 你可能要跟他们 要有一些很好的互动 听得懂 也就是说 他其实不一定讲训练 而是经验的累积 你从每一次去球场里面 看到这些进场的民众 去想说怎么样 跟这些人互动 然后建立一个默契 然后慢慢的让他们 跟你已经有一个默契之后 你在喊这些加油声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你一起进来 对 哇那听起来 其实说真的 这样听下来 应援团 啦啦队的工作 真的不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大家所想象到 感觉是喊个几声 因为很多民众 觉得那也好像 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其实 常进场的球迷 就会知道说 其实啦啦队 应援团在带领大家 喊加油喊口号 尤其在某些关键点的时候 这是需要很多经验的累积 就像刚才小白讲 也得看情况 然后使出什么样的一些 而不一样的想法 招数创意 来引导民众开口 好 节目到这边 我们要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 是否让您心情紧张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或是与人交谈互动时 总感到焦虑不安呢 当您感受到惶恐无助时 可以拨打1925 卫福部24小时安心专线 借由专人的咨询与对谈 宣泄心中的压力 面对疫情需要大家的携手合作 相信政府配合防疫措施 勤洗手戴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对抗疫情 欢迎回到FM93.1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经理事节目 我是观众局刘怡婷 今天请来了 中兴兄弟的大唱跟小白 那谈谈啦啦队的这个 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们要不要还是这其实没有证明 它到底是叫啦啦队还是应援团 应援团应援团应该是来自日本的 那个叫做ON的那个应援 但是我们在台湾 我不知道小白 其实我讲一下这个整个来由 这其实早期我们大家都叫啦啦队 大家通常就是你在场边 场边加油的 对 都叫啦啦队 可是真的在说可能这五六年来 甚至说可能这近十年 就是可能这些 就是女孩啦啦队的文化 开始建立之后 是 大家可能就很习惯说 我叫啦啦队说 大家可能会认为是女孩 那所以我们就是 可能慢慢也习惯也接受 就是说负责 可能就负责一群臭男生 负责加油的 就是应援团 所以应援团会比较 大家在这几年会比较 会比较识别在说 那是可能是男生们负责的 啦啦队会是女孩们的 这个啦啦队 对 好 也就是说这个 接下来这个问题就会问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过去从我们在球场上看 不管是大厂或小白 我们在看国际赛的时候 那个比如说早期的 什么13年09年世界杯 什么牙锦赛 什么奥运的 大部分我们在场上看到 那个时候的 所谓女孩的啦啦队 还没有正式的进来到这个 我们台湾的棒球的 这个加油的文化里面 是 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 嗯应该也就是这样的吧 我们在看球的那个加油过程 可能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 呃我们会习惯在台南 在统一看到彪哥 在在哪个球团的比赛 你会看到谁带领的加油 那作为一个进场 支持棒球的球迷 其实说真的 我们看每一队都每一队 他自己非常独特的 他自己的一个风格style 是是是 就讲到重点 当这个所谓的 女孩的啦啦队进来的时候 所以 节目前还跟小白聊到 最早最早进来是 兄弟像那个时候 有这个像样女孩吧 没记错 是像样女孩 对 女孩的这个啦啦队的文化进来 我们在看应该 国外像日本 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加油方式 那个时候引进来的 这个所谓的契机 那一两年 对于这个所谓加油团啦啦啦队 应援团 是不是又产生一些变化呢 变化 嗯 要怎么讲这个变化 还是说对这个业界有造成什么影响吗 哦 大家看到了这个兄弟像有 那我也开始来筹组 呃 多少 一定是 一定是 看到别人有我一定要更好 是 对 这就是必然嘛 因为其实 不管是应援团或是啦啦队 他在各队的 就是各队的球迷心目中 他是一个比较的环节 是 对所以我看到你有 那我第一个我要有 是 我们都有之后 我要比你更好 哦了解 对这是必然的 是 啊对于你小白你觉得有 对你的工作上会觉得 哦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女孩们的成员 是不是对于在加油这块 真的更有帮助了一些 哎 我这倒是觉得应该一开始是这样 一开始我觉得确实是改变 大家过去的看球的习惯啦 应该要这样讲 因为以前看球就真的只是纯加油 对 可是现在看球因为多了一些 视觉上的享受 哈哈哈 我讲很实际 是啊 那是实在的 然后就像以前在看棒球 以前确实也有很 以前也是有一些人会带相机进来 是 但是现在会有大 会有带相机进来的越来越多 而且曾志余对你也知道嘛 就是很多就是在前排 粉丝 对的 他们的 当然我觉得女孩就是 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球场本来是一个阳刚味很重的地方 是 可是 因为有很多女孩 然后球场突然变得有点温暖 没有 就应该说综合那个氛围啦 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了 那 那可能也是因为 也是因为当后来 因为那时候就是有引进韓风应援嘛 所以可能导致就是台湾 韓风应援 对对对对对 所以整个台湾的应援文化 我觉得开始有点点不同的转变啦 老实说 对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人 一开始真的还是有点不适应 会不适应对不对 真的不适应 而且 就像刚刚讲的不只不适应 他会被比较 对因为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们 有几年活在水深活热的时候 因为 真的是什么东西 人家都拿 我们跟别人比 对那 当时是 就是因为比较过程当中 当然自己就是 你也会去思考说 这样真的比较好吗 欸对 可是 你以后也会想说 那 那我们如果都是一样 但是在什么一样的地方 再去找童中求益 再去找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 在这一块 我觉得大昌是有下比较多功夫 应该这样讲 本来就是 比较的过程也就是切磋啊 别人有的 我有 那我先率先做出了 别人没有的东西 大家看到会觉得 你想想看 在业界 这就是很正常的 就大家都得有 好 有了之后就开始去比较 比较说 人家做的怎么样 其实 其实我想 市政也是一样的概念 当你看到其他的现实政府 推出一个政策的时候 你觉得说 人家有 对 我怎么可以没有 好 那我们就算有好了 我们可不可以做的比别人 更好一点点 那 当然 对 所谓的 以观传局的角度来看 台北 就是说 很常看到的是 譬如说 旅馆好了 观传局管的都是旅馆 就是旅馆业 旅馆 那你想想看 别人的县市会去谈说 我们这个夏季 欢迎大家来 哪里哪里玩 那我们提供你什么 住宿优惠券的时候 哇 那这时候不得了 人家就跟你说 某某县市有什么 优惠住宿的活动 它可以加码 抽什么 最大奖是某某饭店 总统套房一晚 那你就觉得说 那我们也不能输啊 因为暑假是旺季嘛 然后大家都 大家小时候出去吧 所以就像大厂讲的一样 或者像小白讲一样 你看到别人有的东西 你也会想说 那我要去学 不要说学 而是这本来就是 会有的一个过程 你总不能说 等到三队都有了 就剩我这一队没有 那就变得很奇怪 所以大家会去想说 我要怎么样去 把这样子的文化带动起来 那我 对 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 所以我这几年在做的东西 除了 我觉得 模仿跟学习是一步 是 人家好的东西 我们一定学起来 对 可是像刚刚学长讲的 除了别人有 我一定要有之外 那我认为我们 还在童中求艺 嗯 对 不管我们早期 接受是什么样的 那种音源文化 日式啊 韩式啊 对 我都很希望他最后 他可以变成是一个 属于台湾自己独有的东西 嗯 对 所以像歌曲上来讲 我们会选择尽可能做原创的歌曲 嗯 对 那每一年我们在做歌的时候 哎 大家会记得 中心兄弟每一年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嗯 那大家可能就刻在球场上 就是播音乐 带音源的时候 嗯 对 我还是会很坚持的 想要在我们的主唱 留下一组管乐队 是 我希望他是一个 就是球场 还是一个 要一个live band的 对 没错 没错 这个会让刚刚刚刚刚讲的 我保有我原本有的那个方式 对 他不断加入新的东西进来 对 那 女孩的加入 有没有拉近球队跟球迷之间的一些距离 我想应该是有的吧 哎 我觉得有耶 其实还是有啦 因为 就算我刚刚讲 我真的觉得球场就是 本来就是一个阳刚会杀气很重的地方 是 可是女孩真的稍微中和了一下 还会中和了现场的气氛 在这球场的气氛 但球场还是要有杀气 因为说真的胜负还是很重要啦 对 那我只是觉得说 可能就像讲的 因为 现在的娱乐 也很多元 是 也很多 那 对于球迷也很多 可能真的很喜欢运动的人 他还是会看 可是 现在我发现啦 可能现在人对于 看热闹的人也蛮多的 就像大家讲 大家会去 去外面 因为讲 我有一样 我现在电影院这么多 我现在到处有这么多夜店 那我 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吸引这些 对 吸引大家 因为 就这个五光十走 尤其现在资讯真的太发达了 那又 又很多 你看你每天收到那么多讯息 所以 我觉得在娱乐产业 其实大家都一样 我相信 每个娱乐产业都一定会有一些竞争 这算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娱乐产业啦 因为 我吸引球迷进场看的 有时候已经不单单是球赛本身 就是 不是比赛的内容本身 除了球赛的看头之外 我也会看啊 他里面有什么吃吃喝 是我觉得 可以进场吸引我的 某个店开在球场里面 某个特卖店开在球场里面 或者是就像 我们现在讲 女孩们 女孩们也有女孩们的粉丝 他也为了进场来看 然后增加了他进场的意愿 对 那小白 觉得说这样子 增加了球迷跟球团球队之间的这些 互动之后 应该也能感受到 这几年下来这样子的文化 其实真的有带动更多球迷进场 对不对 应该 我觉得现在变得很多家庭客群 家庭客群 就是他反而变得比较温馨一点 对 因为以前会觉得 就刚刚讲的就是杀路之间很重 所以以前为什么进球场看到都是 保兵人啊 然后那种 请撑拖 然后这种 安娃 笑人 然后说 你那怕球 以前就是那样 可是现在没有 现在很多家庭 你看然后保兵妈带小朋友进来 然后小朋友就看到 舞台上的大姐姐在加油好漂亮 然后小白好帅 这样子 类似这样 了解 后面我自己家的 就类似这样看 他觉得说 他们家人很有活力 那 小朋友自然而然就会引导 因为说真的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们自己也当父母都知道 我没有骗你 小孩要什么 父母亲真的都会给 就是变成这边无敌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吸引到小朋友注意 我跟你讲 小朋友跟现在 爸爸妈妈 我现在还要去 基本上爸妈都会觉得 为了小朋友什么都愿意 了解 对 我相信局长 你未来会越来越明显感受到 大昌也看得出来 对不对 这种家庭式的球迷 已经算是 以现在的球迷的进场的样态来看 这种家庭式的算是越来越多 对不对 所以很多球场都会做那个 家庭的式的那种 式人做 包箱式的那种 给家庭看 所以你觉得女孩的啦啦队的进入 真的有改变了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改变了一些 就是就像小白讲的 那种看台上的生态 对 以前我们在带加油的时候 上海就是要输费的 是 对啊 可是就是你 现在多的一些东西是 娱乐性的 娱乐性的 对 那女孩也会让你觉得说 过去大家就 胜负太明显的时候 输的时候 听得懂 听得懂 就是好像会有一种觉得 温柔的力量带着你 温柔的力量 有时候会觉得 沙路之气不要这么重 其实看你 对 所以我觉得会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 从 说真的职棒到现在 三十 三十几年 也就是说 相较于 国外那个百年的历史 我们不讲 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是从最早期的那种 进场就是要来输费的 可是 看到这几年已经变成 我进场是一个真的是娱乐 一个休闲 早期的那个胜负之心 感觉就很重 两位应该懂我的意思 懂 我曾经跟那个 学历也跟小牛 我们在节目上 我讲过一集 我前几个礼拜 也有 也有在节目上分享 就是 天母棒球场 抛彩带的那一天 是我高中二年级 好像是 二次 二次要连霸的那个时候 在天母抛球带 抛彩带 抛彩带 那种杀戮之气 是你还在球场外面 就可以感受到的 我不知道 两位懂不懂我的意思 那一天就是 拉铁窗 我知道 我正想问你 你怎么买了到票 我跟你讲 我可以再花一两分钟讲 就是 就是这个 连我们制作的同仁 都听我讲过好多次 那一次是 台中的比赛 打完确定有台北的比赛 我跟这一下 是吗 在那个 陈青虎 陈青虎 对不起 陈青虎的比赛 确定打完有台北的 那我那时候是高中生 两天两夜 我们班上的实习老师 立刻就call人 去现场睡两天 轮夜排队 然后老师都跟我们说 你们当天早上 早一点到球场来 因为他一样嘛 每个人都有买票的限制 我们早上去的时候 看不到我们老师在哪边 因为被一圈又一圈 又一圈排到那个后面公园 就是现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地方 淹没了人 老师在哪里 老师在 那个售票口的前10公尺 15公尺 就是 还在那个铁栏杆 后面那个地方而已 我们真的非常佩服 老师说 我们一看到比赛结束 就来这边排队 我说好 最后当天开卖 没记错的话 到我们后面 没几个人就卖完了 然后我们一群高中生 因为班上是男校嘛 就围着老师 一路的拥护他 走出那个球迷排票的地方 老师把票塞在胸口里面 谁敢 谁敢 石一老师是女生 就塞在胸口里面 我们就走了 然后就去逛百货公司 去捧人家 下午打开电视新闻 不得了 可是我只要讲说 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看球 杀戮之气很重 我今天进场 我跟你说 都是输费 没办法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气氛 相较于我们这几年 也看到 刚刚想不想 现在很多球迷朋友进场 那个大炮带着 不一定拍球员或球 拍很多是女孩 没拉拉队 可是我觉得某种 也就是说 的确 韩风的这种应援方式 日本的应援方式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文化 你看我们很多球团 也跟其他国外的韩团 或者是韩国的球团 或日本球团 都有一些交流嘛 他们的人来 讲真的 这会回到我刚刚 讲呼应小白讲的 会比较 就是说 你看人 韩国球团来家走 他那个手势 那个加油 那个应援的方式 你就觉得 我们好像其实还真的 可以再有更多的 不一样的变化 他那个 只能说人家精致的程度 会让你觉得 哇 好厉害 就是我也相信说 刚刚我们聊的这一段 对于所谓女孩的拉拉队们 进来到球团的这个 一个风气形成之后 这几年我相信 带动的更多是进场 看休闲 看娱乐的 看看 我是轻松来看球的 对于这样子的球团 多了一个更多的选择 好 节目到这边 我们大概再休息一下 下一段节目 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新冠肺炎 疫情发展至今 虽然未来还有许多的未知 面对这场尚未有解答的延长赛 无需过度担忧 除了第一线防疫人员 不辞辛劳 日夜付出之外 还有全体国民的携手合作 齐心协力 共同对抗疫情 不轻易松懈 配合防疫措施 勤洗手 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 减少不必要的社交活动 多开窗 少对立 相信很快会迎来黎明之时 台北广播电台 与您一同正向防疫 欢迎回到FM93.1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经营室节目 我是官安局的局长刘怡婷 在我身旁的是大长跟小白 刚刚提到应援啦啦队这一块 刚刚休息的时候 大长说国外已经会有到 那个所谓应援系的社团 也就是说其实从 如果这个文化的一个发展 也简单讲 我们也把它当作一个 专门的职业来看好了 国外的一些 从就学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让你培训 去培养跟这个有关的 相关的社团 你有兴趣就进来加入 然后你在毕业之后 甚至到这些 其实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只有 所谓的棒球团有 因为很多运动类都有需要 这样子的一个应援团的方式 也就是说国外从 就学就会来开始做一些培训 对不对 对 在日本的话 其实有蛮多的嘛 从高中到大学 高中的话其实最明显的 显学就是那个甲子园 不管从乐队或是大大队 甚至是它的队职员 以及就是他们的应援团 都会经过一套很有术训练的训练 然后手势或等等的 都是经过训练出来的 那甚至在东京 它也会有个六大学的 就是应援团的社团的比赛 对那对他们来讲 已经是一个文化的一部分 已经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对对对 那反而是说我们台湾在 对于就是这类的应援文化 我们可能是从职棒开始 但台湾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优点是 我们其实蛮愿意去吸收人家的优点 所以早期会有一些 可能从吹小号开始的日式应援 到后面的寒风应援 那到后面我们自己把它 全部融在一起 融合变成我们自己的特色 对对对对对 很像我蛮喜欢那个500的一首歌 台湾制造 台湾制造 就是什么东西我把它 啦啦做会 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问题接下来问一下小白 既然请中信兄弟的两位来 我也希望接下来节目 我可以请到其他球团的 这个啦啦队应援团的代表来 小白我们中信兄弟啦啦队 你觉得特色在哪边 或者跟其他球团不太一样的地方 漂亮啊 漂亮啊 我第一个讲个事实 听讲大家都很肤浅啊 你不要骗我 大家都很肤浅 你第一个讲一点 第二个不漂亮怎么吸引你要进场 我觉得是事实嘛 那每个球队的啦啦队都会说我自己的很漂亮 自然他们也漂亮 但我自己当然要觉得自己家最漂亮啊 我老王不能卖瓜 你知道吗 哈哈哈 那觉得跟其他球队 跟女孩的啦啦队比起来 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说你觉得在中信兄弟的 女孩的啦啦队里面 你觉得跟其他球团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边 你觉得 其实我先这样想哦 你要我说真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差异不会太大 因为大家所学的 目标都差不多 但我觉得我们球队真的还讲实在话来 我们有最大优势是因为 我们球迷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的关注度自然而然也比别人强量 我觉得这也是事实 那当然我觉得 号称全台全向主场 对啊 到哪都是主场 那再加上我们啦啦队里面 就是有时候就这样我讲的 诶 我们可以红到日本 是 对啊 没错啊 你可以不认识陈子豪 但你一定不能不认识群群 所以我举例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 你说有差别很大吗 我倒觉得还好 但是可能以对我而言 我觉得自己家啦队 是因为我们平常会一起训练 对 对 我会觉得至少我在看 他们的过程 我们家啦队确实 或许一开始我们挑的不会像别人一样 就因为 我知道有些他们真的就是 可能真的就是牵手舞蹈底 或者是什么 我们家确实有几个女孩 他们不是 选秀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为了呈现那个所谓的专业的样子 所以可能 其他球团在挑的时候 他会希望是以有舞蹈底子的人都率先的 那可是中性不一定是这样 对一开始我觉得他的方向可能就这样 我可能希望有可能有model的身材 那我可能 但是我慢慢的在 可能在经济工作 在训练艺人的方式 他会希望他比较多元化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开始 方向可能没有往那边走 但是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这样 当你加入之后 你真的对对团队有兴趣 你会想要去 试的时候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调整 真的啊 就像刚刚讲我举群群为例好了 是 群群 他是PS3.0 我记得他刚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不太会跳舞 他真的不太会跳舞 可是 我后来才就是 人家还花了很多时间 私下去学舞蹈 然后那些就是 常常去学那种wave 那种很基本的那些 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学 那不只他 包括后面有进来 有些女孩 本来也真的都不是舞蹈底子的女孩 但他们真的就 因为要做这个行业 他们有 当然第一有兴趣 然后慢慢他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这对我自己看来 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有时候 当然一开始我们 可能不是最顶级的 可是当我觉得 我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看到他们私底下 很多女孩的付出 是我自己觉得 我还蛮开心的 换言之 这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在台北市 台北的球场是天母 天母球场 你一进去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他的加油团的腹地 其实都不比台湾的球场 来的大一点点 因为天母算是 真的是比较早做好的 后面的其他 我们现在看到的球场 都是这十几年来才出现了 天母那个很早很早就有了 一开始就有了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说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像我以天母为例好了 毕竟我们一定要 这个节目上讲要跟台北市 假设你天母为例的话 其实他的拉拉队 在所谓的进场 所谓的场地的硬体的条件上 会有点受限 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你们来讲 会不会觉得有受限 因为譬如说他的外野 也没有外野 就是旁边的两侧的 那是铁椅子的地方 应该对于女孩们来讲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 你就会有差别吗 球场上 其实比较没差 因为我们都是在下面的那一块 一开始在那块 只是说一开始在做 我记得早期一开始是 在女孩的那个前面 前面还有个铁网 对 那时候就会感觉就很像 好像被关起来 好像我们进了笼子 就被关起来 然后再跑出来 可是我觉得后来 因为后来有 现在当然又不一样 可是后来他第一个 好像就先把那个铁网先 就是第一个 我们跟球迷的铁网拆掉 那个距离至少 会觉得比较接近 那只剩下 当然还是有围栏杆 稍微保护住彼此这样 讲到这个 是不是也发生过好多 这应该是非常常见的 界外球 球棒 那个飞起来 其实这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讲 也是一个风险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 应该有 因为我当然也不会每场比赛都看 但多多少少 譬如说 这个球场上 球棒 然后或者是谁丢什么 不小心 应该多少都有被 被不小心被 击中过或找到过吧 我们的女孩们 应该也有吧 其他的 上次 那我全阵的未全 那个事件有之 有一个英雄救美 然后另外的我们自己 我目前 你有比较印象深 有 上面掉下来比较多 有一次 其实我们有一次也是类似的 像 也是我记得印象中 好像也是在天母 然后那时候 好像有 我们一样有个拉队 加油 接把球跟他打关 因为他就说好像他还不是铁网 他是那种 就是那个 应该算什么 就是那种护网 然后他就是 我可能稍微站后面一点 然后他可能球稍微这样子 很接近啦 可能稍微小碰到 但还好有一个网子 稍微挡住一下 有稍微碰到 但还好没有那么严重 只是说 挡下那一瞬间有那个 所以 是 训练的时候 会不会也 让他们知道说 当那个听到球 打出去的声音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要稍微 注意看一下 没办法 这个真的就没办法了 因为 因为 第一个是应援说 大家其实很投入 对我们 通常拉拉队都是 安打了 我们才会回头发现 安打了 其实你们是看到球迷的反应 对 才回过头来看发生什么事情 对 但我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会 因为你会全场看 我就会变成 我有时候正面反面 正面反面 可是以女孩来讲 他们基本上就全程 就是都是看着球迷 对 所以换句话想 这也是我们真的常在 球场上 你进场看 但你可不可以 不会注意到 对于女孩们来讲 各队都一样 他们的专注力 全部都放在现场 帮你应援的 这些球迷身上 其实他们都是等到 球迷站起来 欢呼那一刻 转头来知道 是安党 是再见全雷党 对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 其实真的 比大家想象中的 还有很多心酸血泪死的地方 你想想看 球突然间飞过来找到 谁会知道 还有上次讲的 魏群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 帮他把球棒挡掉这些事 那都是在球场上 有 我在球场被球打到过 被球打到过 所以这真的都是非常非常 会突然发生的事情 相较于球迷们 先不讲球迷 因为球迷本来 当然我们也在球场上 也跟大家一直呼吁说 进场看球 要注意球 会随时都有可能 丑四面八方飞过来 对 那更不用讲 站在第一线 也就是在所谓的 因为后来也因为球场 硬体的关系 现在啦啦队们 会在外围 就是更靠近球场内的地方 那个球啦 球棒一脱手飞过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对于女孩们来讲 其实就像小白你也是 你也站在上面 所以这对他来讲 是一个工作上的意外的风险 就是会遇到这个状况 其实要跟各位听众朋友 或现在看的 这个线上的观众 其实进球场 没有真的说百分之百 坐哪个位置 好像特别安全的 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看那个界外球在飞 然后在分你什么一蕾三蕾 内衣也会穿过那个户 掉下来以后的 所以只是跟大家讲了说 我们今天请了两位来 或许说不定真的还有下一集 因为我们还有问题没有问到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应该都是要 问了很多跟球队有关的事情 也就是说今天这一集 谈了所谓啦啦队 应援团 从早期我们看的那样子的一个 在球场上单纯的 我们来输费的那一种 其实我相信从大昌跟小白 从早期的看到我们近年来的 融合了这么多不一样的元素 不外乎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在棒球的这个运动产业里面 上个月我也请了老邦来 老邦我跟他谈在 他在当秘书长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你把运动真的当产业在看待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啦啦队 其实他也可以真的是专门 做成一条另外一个产业链 因为他会带动更多的球迷 不一样的人进来看这场比赛 球赛 那你把这样子的产业 把运动的尤其职棒 当成一个产业来看的时候 不然我们怎么 每年都在讲国球 国球 可是你看 其实这不是今年有的状况 就是每一年大家都会希望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对于运动或棒球这个产业 可以做更多的投入 可是我们每一年这样在看 其实都觉得好像 都觉得有点可惜 好像可以多做点什么 但碍于什么样的状况 那当然这有他的一个脉络去讲 但是单纯我们就我们 涉入在这个行业来看 我们真的把棒球 当成一个产业 在看的时候 其实女孩啦啦队的加入 其实某种程度上 真的是替这个产业 就注入一个新的活水 让球场的观看方式更多元 大家进场来看 就像我们节目前跟两位 你说每个球团 都会出自己球团的球员卡 慢慢的连女孩的 啦啦队的女孩的卡 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这个市场大到我们会觉得 想不到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蓬勃发展 那当然每个球团去经营上的方针 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刚刚小白讲的 就是兄弟像是最早最早 让所谓的像样女孩 当时进来加入这个文化 那优势嘛 我们像民就样本上来看 应该是全台湾最多的没有错 所以它有一个先天优势在 但也不能小看 譬如说现在是乐天嘛 统一嘛 就是这几个富邦嘛 这几个球团 其实都有做出 属于他们球团自己的特色 那他们自己在 他们自己的主场上 其实你进场看 其实我就是也会去看富邦的 然后我到现在最少 就比较少进场去看的是统一的 因为统一台湾 真的是颇远的一点点 但是富邦 乐天 我都会去进场去看 就发现真的 人家做起来的感受 那是感受问题 虽然我是相名 但是我看到 乐天的加油团的方式 我看到富邦的加油团的方式 你就觉得 真的都会像刚刚小白讲 童中球艺 我做出 属于我自己这个球团的style 那应援歌也是 今天还没机会讲到应援的歌曲 因为那个歌曲的风格 应该每个球团 也多多少少都会 做出自己一脉的那个样子 没机会讲到 那或许等一下真的有下一集可以看 好 就是说我们 我蛮庆幸的是 我也觉得很值得 大家进场 多进场支持棒球的是 棒球的这个产业上 其实感谢在球团 各个球团上 都有投入这么多的努力 跟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让我们在台北市讲白了 其实说真的 在台北市因为只有天不棒球场 你要出去其他县市看最多 应该最近就是新庄 再不然就是桃园 以这个地利之变来看 那这个兄弟的组长在台中 要这个再往南就是台南 然后到高雄 也就是说 看了一下北部的球场的 这个分布图来看 北部只要有三个 全场可以让大家去看 可以多进场来看更多不一样的 更多元的比赛 尤其现在又有卫拳了 对 第五队了 所以我觉得 让更多的球团 投入更多的心力 尤其是像 我觉得不光只是只有 球员能力的提升 光是所谓女孩的啦啦队的这一段 我都觉得很值得大家 在这几年多多进场来看比赛 然后来支持棒球这个产业 这才是我们希望 看到了棒球这个产业的 一个现况 今天真的要感谢大昌跟小白来 台北经营师这个节目 今天这节目到这边告一道 那会不会有下一集呢 下礼拜看你就知道了 台北经营师到这边 下礼拜见了 拜拜